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2024年校园征才活动正式启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于3月上旬开始进入台大校园,参加校园征才企业博览会,广征对半导体区高度热忱的人才。 为了持续因应业务成长与技术开发需求,中包含工程师与技术员,在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台南、高雄皆有人才需求。 台积电表示,欢迎电机电子、电信光电、物理材料、化工化学、机械资工、资管工工、工管还工、财块法律、管理及人力资源等科系的应届毕业生或具备相关工作经验的人才加入台积电。 硕士毕业新进工程师的平均整体薪酬上,砍新台币200万元。 由于台积电积极推动数位化转型,并致力于人工智慧、AI与大数据应用,打造新一代的智慧工厂,确保卓越制造的竞争优势,他们也欢迎信息相关领域人才加入。 除了台大校园征才企业博览会,台积电将于3月起陆续巡回各大专院校参与校园征才活动,包括冯甲台师大、虎科杨明娇大、中山城大、中院院制、中正清大、平科高科、异首北科、中兴中央、台科云科, 共举办19场实体活动,并办理4场在线争裁宣讲会,欢迎在线报名,与人资互动交流。 此外,台积电同步展开2024年DNA暑期实习基因计划,邀请有兴趣的同学加入,简历投递活动至2024年4月底纸, 欢迎大三以上同学术博士优先利用实习,亲自体验台积电的环境与文化,鼓励同学自我发展。 借实战经验,提前培养未来的职场竞争力,实习表现优异者,将有机会获得正值预聘。 台积电承诺提供员工优质的工作机会,包括有竞争力的整体薪酬及优于法令的福利制度。 近年来,随着全球布局逐步展开,台积电积极培育并招募全球人才,新界人员有机会透过海外地链,培养国际视野, 同时,台积电重视与员工之间的相互承诺,致力于打造多元共荣,具挑战性,可持续学习极有乐趣的工作环境,以吸引与留住全球化人才。 台积电亦积极鼓励并支持员工资源团体的成立,协助营造多元共荣的工作环境。 其中,为鼓励更多优秀女性理工人才加入,台积电通过成立Women at TSMC员工资源团体,提供女性员工相互支持的平台。 另外,成立GlobalFamily at TSMC为外籍同仁提供资源,帮助每一位新近的台积人顺利融入在地文化及工作方式。 台积电之所以疯狂招人,主要还是由于AI浪潮来袭。 另外,CMOs感测器CIS有望迎来新一波规格更新需求。 全球CIS龙头日商索尼冲刺相关布局,伴随半导体在地化生产趋势,索尼大局在台积电日本熊本新厂下单,为台积电熊本厂第四季头片量产,提前加足马力,快速拉升新厂产能利用率。 台积电向来不评论单一客户与订单。 市场看好台积电先进制程与海外成熟制程接单同步报喜,激励台积电三月开门后ADR收盘就大涨于4%,收历史天价133.9美元。 法人认为台积电ADR冲高,有望再度扮演三月台股多头总司令。 业界指出,影像感测器是重要的感光元件,CIS因体积小,成本较低,市占率高于CCD感光偶合元件,并被广泛应用在手机、汽车、安控、医疗等多领域,更是镜头模组中最具价值的关键零组件。 业界人士指出,CIS元件市场先前面临超过一年的库存调整问题,近期随着客户重启回补库存需求,迎来复苏反弹契机。 加上AI效应带动下,各式终端应用都开始采用专为AI应用开发的镜头。 未来,CIS元件有望出现新一波镜头太久换新需求,以迎接AI镜头商机。 据了解,索尼看好未来车用及消费性等商机,加上AI引动新一波CIS需求,有意大量采用台积电22奈米制程生产CIS元件及影像续号处理器ISP晶片。 索尼为抢供这波AI商机,已推出具备AI演算法的数位续号处理器DSP,未来将渴望借由镜头分析人体动作或是强化影像处理,亦或是人体追踪等相关应用。 尤其索尼已经承接相关客户大笔订单,成为该公司未来在AI时代的主要产品线。 台积电雄本新厂于日前开幕,现阶段已经正在装机阶段,预期最快第四季头片量产,以40奈米、28奈米、22奈米制程为主,提供车用、工业等客户量产头片。 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在日本设厂的合资公司JASM股东结构当中,除了台积电之外,索尼为最大股东。 业界指出,索尼本来就是台积电委外合作量产精元的主要客户,双方已合作多年,随着台积电雄本厂预计将于今年底开始量产,索尼几乎已经确定将在雄本厂拿下大笔精元产能,成为填满台积电雄本厂产能利用率的大客户。 与此同时,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表示,客户与他联系,希望为人工智慧、AI晶片建造10座新晶圆厂。 这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要求,但也说明市场需求多热。 据报道,这要求不令人惊讶,因AI处理器需求蓬勃发展,GPU大厂挥达无法满足所有需求,OpenAI这类公司AI运算效能也不足,故市场要求供应商生产更多处理器,有些甚至想自研晶片。 张忠谋在JASM雄本精元厂落成典里表示,不只是多生产数万片精元,而是需要三座精元厂,五座精元厂,十座精元厂。 他估计需要这么多精元厂,是因AI晶片需求处于中间位置,需数万片精元到十佳精元厂产能。 台积电是全球少数有每月约十万片精元产能的半导体制造商。 大规模精元厂倾向各种先进制程生产处理器,要营运大型精元厂,台积电要能不同制程,重复使用昂贵的设备,最大程度优化产能利用率和成本。 不过兴建一座大型精元厂,成本很高。 一座大型三奈米制程精元厂,完全建成和设备齐全,成本可能超过200亿美元,且需多年建设时间。 财报显示,台积电2024年资本支出280亿至320亿美元,故不会每年建造多座精元厂。 十座先进精元厂成本将超过2000亿美元,不包括供应链支持和基础设施成本,就算是台积电也负担不起。 之前消息,OpenAI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试图募资7兆美元,创建先进晶片制造商精元厂生态系统,以生产足够,利挨晶片。 虽计划看起来很美好,现实却几乎不可行。 AI级高效能运算,HPC晶片都需先进制程,生产周期23年,之后会转向更高阶制程。 盖这么多精元厂,不但会有产能过剩风险,还因大量设备折旧问题,使厂商亏损。 精元代工商都清楚这些问题,虽然短期不太可能看到10座利挨晶片晶圆厂出现,不过由于获得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首肯后,可预期产量会在合理范围内增长至10座利挨晶片晶圆厂,以满足市场需求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